各位朋友老师好 我叫王月鑫 来自湖南长州市西中 高两两三班 哈哈哈 我不知道连班都说了吗不知道啊 来自湖南长州市西中 今年刚满18岁 我演唱的曲目是吴克群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 啊 还唱了四首歌啊 他那个状态是是是是对的啊 是是是来吧 我来陆湖 你你当时 我是拿着几个 背着几个现在啊 西方大概说了 詹紫荣老师 哈哈哈 然后我我叫露普 GGGGG gusto号镜手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原唱 带来一首记性的 哈哈哈哈 撑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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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呃 哇你们记性真的好哦真的真的 你你你公你是姑娘 他肯定特别平稳 你当时肯定就是特别平稳特别 也没有 我就是因为我我是在西安嘛 然后是郑军老师 因为超喜欢他 然后也是很紧张的就是 然后我反正我记得我也是拿一把吉他呀 对啊对啊 老师好 我是陈鼠生 对来来来自海南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我忘记了 反正我的普通话我就现在听起来 反正就是分不清四四四 对对现在也现在也是对对 所以这些人是坐着唱的呢 嗯不是 他是弹的那个站着弹的那个姑娘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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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马出圈 我成多少次梦见你 那姑娘 因为那时候那个那个很短的一个时间只有很短 对其实很紧张 特别因为你你你不知道就是你会不会就中间就会被打断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说你必须要完整的 就是给我们的权力就是说你们觉得可以了就可以了 所以所以我知道那时候特别压力特别大 来吧 都是谈 啊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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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赛区啊 原版啊 各位评语老师好 我是020673号 我叫张远 哇号码的记住 我的表演曲目是说谎 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 当时的唱功 你却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 差不多 看你这次要怎么收场 我说我会是你可以停靠的肩膀 然后当时同哥同哥就点点点好呃我觉得今天听的我今天听了一下我觉得呃我们的耳朵都耳朵都已经目了但是你让我们耳朵一新 哇处身呢是说是咱们这个再救援男团里面的这个像是一个老大哥啊甚至是像老父亲一样的存在的定性完定性完对他在我们就问了是呃平时处身会跟咱们的0713经常联系吗还是说不是说会经常不是很平凡不是很平凡对但是就是能不缺席尽量不缺席嗯对那你刚才说了就是处身会和你们有什么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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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经常会去有什么事会像像找一个老大哥去聊一聊或者是倾诉一下的有吗 你们仨有没有我我我可以先说一说因为因为我跟升哥近些年接触的相对相对比较多对相对多一点因为从作品上也好从节目的录制也好或者平时生活中我的一些事情呃首先我现在所在的公司呃是升哥帮我介绍的啊然后还有我当时刚开始做电台的时候升哥也是前几个联系到我说胡子你需要我做什么我随时可以过来哦就是在哪里录制哦我说在我家哦 去你家那很好啊我也我我知道地方不用再发地址了就是约了一天就帮我那个帮我的电台打广告 还有就是我在参加上一个殷宗的时候因为我做了太多年的制作人在舞台上难免会慌嘛你因为你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难免会说心里面会会秃秃但当升哥跟我说的你知道吗 舞姿你这么多年就为了此刻为什么不放轻松呢 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的升哥是定心丸他平时在没有喝没有喝点酒的时候都是我们的定心丸喝点酒的时候是我们的那个叫叫什么开心果哈哈哈哈就是说他一喝酒人就整个变了是个小孩因为他他真的在我们身边有太多年大哥的这个角色已经照顾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稳住的那个角色所以他其实在那一刻的时候是这两年我对升哥的一些感受你特别爱他喝完酒的样子 我非常爱如果你有一首特别好的一首歌以后你会不会不舍得给别人会就是说我就是不想给就是但是又别人要买或者是别人又要要但是我就叫他一首歌叫了八年给我很多很多很多是这样很多次因为身边就很多歌手的朋友因为有的时候会来家里做客嘛对啊对啊我说哎我最近写了两个就喜欢分享分享你有一些真的是就是我给自己专辑准备的或者说会某一个故事准备的对 哎要不要专辑准备讲一下吗对他就丁了八年我只要去到家他就给我听哎我最近写了一首歌你听我这个我听完之后突然有一首歌到叫酱油到现在他都没发我太想我一听第一句我的妈呀我说这歌能不能给我他就说嗯呀哈哈哈哈因为那个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因为第一句叫做老天赐予我配角的丧音因为他其实在我这才才成立我想把这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去去完成他去去讲啊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录录音室版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准备好怎么样去讲这个我最早就是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对啊就直到我进入到所谓的初社会嘛人就是你你从一个青壮年你突然间就看到这个世界真正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你突然开始感知到一些没有那么善意的声音也好没有那么善意的脚步 没有那么善意的推丧你就会说怎么办我当年是一个不会骂人以及不会说不的人但是我最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和解的方法因为我有很多年都非常非常痛苦因为我也是一个有情绪的人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抒发因为我最后就开了个微博小号就好像是那电影里面那个树洞一样就像个树洞一样我就在那开个小号我说为什么这个事我我我做了我做了十天这个方案还没有通过就是一句脏话 我整整整烦死了就是真的就是把那些所有的那些都放到那里面我就发现我的人一点点我就平静了因为真的是需要抒发一下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办法我开了一个小号一直在写一些不好的那个就叫路虎垃圾箱对对对我就把我的负面情全倒到那个里面不要删掉啊你什么时候我们删了已经删了因为有一次哎呦烦死了小号对发现对因为有一次我我忘了切号了就是要发一些宣传的东西刚好跟什么链接 就被看到了然后看到大家看他总是有一些很荒诞的事情你知道就被那次跟我说你快点我说怎么快翻一翻看到底说了什么说了其实就是些脏话而已我说行吧那还好就最后就说发现就发现吧结果我到最后我很感谢这些发现我这个小号的所有的朋友就是大家没有因为我这件事而觉得说路虎怎么说脏话或者怎么样都说他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而已跟我们一样有情绪很真实反而嗝到了 得到了更多的治愈对所以这个号的那些我也我也都有 有很多的喜欢你们的歌迷在看这个节目可能这个问题我是替他们问的啊当有了负面情绪的时候张远你会做什么 我负面情绪很多啊但我现在就和解了就是我在我的那个自己的第一张EP里面就是让一批叫丧然 就是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边走边看边丧边人就是我觉得人是一定会有这种负面情绪的对然后你只要有求你就有不得对你只要有希望你就会有失望对所以就是对我而且里面我写了一句歌词就是跟自己和平分手不管越不越过山丘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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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我的心情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有负面那就有呗对吧 那你有痛苦你就啊就你自己会跟自己有一个和解对对一个一个解释这样就效果我会跟自己聊天啊对我会觉得就是那你觉得这是你自己觉得怎么样那我我觉得啊我觉得是怎么怎么样出身呢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反过来看自己啊那个时候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自己开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呃很多很多的毛病的时候呃或者接纳例如说这个阶段就是没有办法呃很 跟上个阶段一样那么有有注意力那么集中啊也没有没办法写出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很难过可是过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个原来是常态对就所以呃过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人就会轻松很多啊那看来楚生是用时间慢慢的会把这些负面情绪给他也不是我用确实也是因为时间时间的和慢慢的时间对啊把那些 负面的垃圾负面的垃圾都带走是的那个 我我其实一直我我最早就是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对啊就直到我进入到呃所谓的出社会吗人就是你你从一个青壮年你突然间这看到这个世界真正长什么样子的时候你突然开始感知到一些没有那么善意的声音也好没有那么善意的脚步没有那么善意的推丧你就会说怎么办我当年是一个不会骂人以及不会说 不的人但是我最后给自己找到一个和解的方法因为我有很多年都非常非常痛苦因为我也是一个有情绪的人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抒发 因为我最后就开了个微博小号我很感谢这些发现我这个小号的所有的朋友就是大家没有因为我这件事而觉得说路虎怎么说脏话或者怎么样他说他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而已嘛跟我们一样有情绪很真实反而得到了得到了更多的治愈对所以这个号那些我也我也都留着脏话删掉了脏话都删掉了明白 你有段时间负面情绪很强烈的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智商是情绪管理因为你只有情绪管理做得很好的人才能够走到最后你有情绪管理啊因为你情绪管理不好你情绪管理不好你就会在比赛的可能前期中期就已经被淘汰掉了走到后面的人一定是情绪管理很好资金管理很好的人做好管理才能够去走到最后 那我们经常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你见到很多人你这个工作那个工作你会面临很繁杂的情绪而且你会被别人的情绪所控制住所以反正要我就我就去打场球 我就去打高尔夫球了我就觉得那个走18动下来我很多情绪就可以数18动下来我小孩他们开始会听很多的流行歌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去年吧 刚好我有机会到学校去走一走去学校里面刚好他学校每周四会安排一个家长进去我当然他们希望我说我能够教他们唱一些歌那我就准备了一些儿歌以为他们很高兴那哇他们就开始怎么讲叫就是闹起来了就开始闹起来觉得叔叔你你你准备的这些歌太幼稚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听这些歌了对啊所以后来我刚好有 有一个呃tf voice 准备了一个tf voice 准备了一个tf voice 的歌 整歌很重要就是你面对哪怎么样的族群选对的歌是非常的重要 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试试看 试试看吧 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求要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求要 我才狠狠决定要就爱吧就讲吧就不逃 一天天一遍遍越来越吵哉当你哭当你笑当你被伤害我随时都在肩膀让你放肆考过来 我以为我以为我够坚强却一天天的失望 少给我一点希望希望就不是奢望 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 只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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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见 别等到人事已非 才活在追忆里面 别再等 不如我们今天见 太棒了 我觉得你和很多人合作的这种默契 是因为你的声音的那种温暖度 无论是谁和你的声音搭在一起的话 你的声音都可以来衬托 或者能够表现出来一种色彩 因为这个节目就是演唱会这个节目就是我 当然更多的是跟品源哥一起合作 然后当然这期我们非常期待 这期我和07快男一起八个男生一起唱一些歌 然后我就有问我的同事说 你们觉得我声音跟他们搭在一起会不会违和 会不会觉得怪 他们觉得不会啊 就是对 就像博老师你这样讲 可能我的声音就是 是伴侣 伴侣吗 其实 对这个形容很好 我也很喜欢 哇就融进去了 然后非常舒服的感觉 就是我们喝咖啡 我们总会配一个咖啡伴侣 就觉得很融进去 就觉得很舒服 对这个 啊 啊 神奇自然的借口 像森林般围绕着你我 小气的笑 这痛快的哭 生命真的很难形容 哦 书生怎么在乎他 却被他全部抹杀 越很好 越伤心 永远得不到回答 到底他怎么想 应该继续猜测吗 还是说好 全忘了吧